大家好,我是泡泡 我误导了一个真理 病毒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性 昨天我做了一个视频 说我身边很多人都感染了 但是我暂时没有中招 因为我做了一些有效的防护措施 我把这些措施总结了一下 毫无保留的分享出来 每个措施我还特意做了案例演示 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小心一些 尽可能的让自己躲避第一波感染 因为就我的观察 我身边这些感染的朋友 真的是挺难受的 几乎没有无症状的 病得非常辛苦 因此我提醒大家 还是小心为妙 能不受罪尽量别受罪 眉心自问 我是很实在的 也是真诚的分享 但没想到的是 我受到了很多人的嘲讽 而且的话都说的挺难听的 我来读一些评论 第一类是那种诅咒式的 比如说等着吧 你快了 话不要说太晚 马上就轮到你了 你已经得了 只是没发病而已 别着急 杨已经到你家门口了 我每天都到你主页来看看 三天内你不感染 算我输 你悬了 说完必得 你看看 大量的这种留言 都是诅咒式 预言式 看笑话式的 都盼着我马上感染 你说年轻人这么说就算了 但是我看了一个头像是70多岁的老太太 她也这么说 小伙子 看你这样子 你也快了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你们说说这个老太太 它是一种什么心态 我分享的东西是提醒大家怎么不得病的 尤其是对老年人更有帮助 我又不是号召大家立刻去得病的 如果说我做了一个视频 内容是 朋友们 现在全国都养了 你是不是还没养啊 那还等什么呢 没养的赶紧去外面吸毒 去主动感染 别抱任何幻想 早养早好 早发烧早解脱 难道我应该这么说话 做这样的内容吗 我这样说大家反而会开心吗 而且我不明白 我说我目前还没有得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怎么就有人理解成 我在嘚瑟 我在炫耀 我在吹牛呢 我吹得着吗 现在有个事实是 全国很多地区都没有达到感染高峰的 还有很多人都没养的 我自己随时做好了养的准备 这没什么可嘚瑟的 那么第二类人呢 他们是从视频当中去判断我的性格 甚至判断我的家庭状况 比如说小伙子 你怎么整得跟个娘们一样 像坐月子的妇女 这么讲就干啥 再比如 你就像一个女人一样 大男人哪有那么多事 你们仔细评评 说这样的话的人呢 我觉得都有歧视妇女的嫌疑 他们的潜意识都是不尊重女性 再比如有人评论说 你是不是孤家寡人呀 但凡有家人的肯定会感染 抱歉 我还真不是一个人生活 我是跟家人们一起生活 目前我的家人都还好 第三类人留言呢 就是嫌我特别啰嗦 特别麻烦 破关破摔的 比如说那你干脆 带个防毒面具好了 你为什么不在你头上套个塑料袋啊 你干脆去外太空生活吧 别在这个地球上 呼吸就会传播病毒 要不然你别呼吸了 像你这样的人真的活得太累了 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会得 爱咋咋地吧 想太多 朋友们 我想说的是 做任何事情 或者说你想要任何结果 那都是有成本的 有经济成本 有时间成本 有精力成本 你想保住健康 让自己到时候别那么痛苦 你至少要付出那么一点点代价吧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能量是守恒的 你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 所谓的一切随缘吧 顺其自然 该来的总会来 这样的话 貌似很洒脱 很勇敢 但其实是一种 对自己不负责任的破冠破摔 另外我们逢年过节 都会祝福别人 也会接受别人的祝福 但不能因为每个人最后都会死 那就把 祝你身体健康 请你多保重身体 这样的嘱托或者祝福 当作一句废话吧 那么第四类人评论呢 他们是说我卖东西的 我说戴口罩有防护作用 他们就说我是卖口罩 我说我在吃橙子 补充维生素 他们就说我是卖橙子的 我说可以在快递上 喷点酒精 沙沙菌消消毒 他们就说我是卖酒精的 我说可以拿手指去摁电梯 他们就说我是卖卫生纸的 这些人的思维怎么这么奇葩 其实以上讲的这些现象 都是社会心理学当中描述的那种群体性的心理 或者说群体性的行为 当一个人他是单独的个体的时候 那么他也许是理性的 也许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并且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但是当他在一个群体当中 他的思考力和判断力就下降了 而且很容易被带跑偏 很容易盲从 说话也可以不负责任了 因为众人都在说什么的话 就可以免责 比如说我们在网上经常看到的那种行为 一帮网友在口嗨铺天盖地的网爆 一群人不负责任的狂欢 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我想请大家冷静的理性的思考一个问题 因为嫌防护起来特别麻烦 我们就完全束手就擒坐以待毙 因为反正早晚要感染 80%的人都要感染 那么我们干脆就豁出去了 早养早好 是这样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 最近很多专家都解释过这个问题 我想引用丁香医生一篇文章的观点 文章说羊的时间能晚一点就晚一点 挺过最近的一个月 鱼工鱼丝都好 鱼工晚一点羊 就是为压平曲线做贡献 如果短时间内大量的人感染 那么感染的高峰就会迅速到来 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医疗的挤兑 大量的患者没有办法就医 那么我们晚一点羊 就是我们为压平曲线做的最大的贡献 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样有一个缓冲 那么即便脆弱人群 他发生危险的时候 也有强大的医疗给他们去兜底 第二 鱼丝而言 我们晚一点感染的 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家人 如果说感染无法避免 那么就错过就医高峰期来感染 最大限度的降低你自己和家人感染的风险 特别是你家有老人有小孩 尤其是当老人有基础性疾病的时候 那么你让自己晚一点感染 其实就是在让他们晚一点感染 晚一点感染 那么到时候有药吃 有医院可以去 有医生可以帮忙 如果是在高峰期 有大量的重症的老人和病人得不到救治 你怎么就能保证你家里的老人是幸运的人呢 另外钟南山院士说过 不扎堆感染的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病毒不容易变异 一个是越往后感染 那么症状可能会越轻 你的病程可能会越不那么辛苦 所以基于以上这些科学的分析 以及我自己的防护经验 所以我才出了昨天这么一个视频 劝大家尽量推迟感染的时间 扪心自问 我的发心是正的 所以我也无怨无悔 一个创作者他做一个视频要几天的时间 而网友一个轻蔑的嘲讽 一去挖苦的评论可能随手就十几秒的时间 但是这十几秒的结果 却恰恰暴露了你的水平 请不要做这么一个对自己和对别人都不负责任的人 好 我是泡泡 感谢收看 拜拜